第三十五章 巴巴吉对西方的兴趣 圣尤蒂斯瓦尔曾为我讲述过 他与巴巴吉相遇的故事 他说 我见过他三次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阿拉哈巴的昆巴大会上 我那时还没有出家 但我已经接受拿西里马哈赛的克里亚传法 他希望我参加这个1894年1月 在阿拉哈巴举行的大会 在儒潮的人群中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大师发亮的脸庞 我正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托伯僧来到我面前说 先生 有位圣人让你过去 哪位圣人 过去就知道了 我走进一棵树 树下是一位古儒和一群徒弟 这位上师的形体闪闪发光 他站起身拥抱着我说 欢迎你 可敬的尊者 先生 我并不是一个尊者 我称你是尊者 你就是尊者了 圣人突然把我提升到古代僧团的地位 我微笑着败在这位显然是伟大天国人物的脚下 他让我坐下 他的外表很像拿西里 马哈萨 你对昆巴大会是怎么看的 先生 我不喜欢 太乱了 孩子 上师这样称呼我 尽管从表面上看我的年龄超过他的两倍 人们总是犯以偏盖权的错误 虽然这里很乱 但一些已经了无上帝的人正在祝福着这个大会 我说道 先生 那些研究西方科学的学者 在智能上比大多数聚集在这里的人优秀 他们若能遇到印度上师 就会得到极大益处的 许多西方人执着于低级的物质主义 而其他在科学和哲学上享有盛名的人 也没有认识到宗教里必然的统一性 他赞同地笑着说 我感到你内心能容得下全人类的痛苦 所以我才召唤你过来 可敬的尊者 东西方互相交流的日子 很快便会来临 几年以后 我会给你派遣一位徒弟 你可以训练他到西方去散播瑜伽 去唤醒美国和欧洲潜在的圣人们 讲到这里时 圣尤蒂斯瓦尔对我说 我的孩子 他就是巴巴吉 而当时我还不知道 你就是几年前巴巴吉所说的 要派给我的徒弟 听我古如这么一说 我感到很兴奋 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 日后真的会去西方 然后巴巴吉提到了 保家范哥 圣尤蒂斯瓦尔继续说道 他竟然知道 我写下了对范哥许多章节的阐释 可敬的尊者 还有一件工作需要你来完成 你要写一本 有关基督教和印度教经典之间 潜在的同一性的小书 用平行参照的方式 显示出受到上帝启示的子女 都说着同样的真理 现在只不过是被人类宗派给局限了 受到了圣人祝福的授权 我答应完成那本书 告别的时候 巴巴吉问我 你认识拿西里吗 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 把我们的会面告诉他 之后他给我一个传给拿西里 马哈赛的讯息 圣人微笑着说 你的书什么时候完成 我什么时候去拜访你 我于第二天便离开了阿拉哈巴 乘火车到贝拿勒斯去见我的古儒 我向他讲述了昆巴大会的奇遇 拿西里 马哈赛高兴地说 我知道你没有认出他来 因为他阻止了你 他是我的古儒伟大的巴巴吉 巴巴吉 我震惊了瑜伽行者的基督巴巴吉 那可遇不可求的巴巴吉 拿西里 马哈赛安慰我说 他会再来看你的 他要我带一个讯息给你 他说 告诉拿西里 他为这时注存的能量快没了 结束的时候快到了 当我说完这些难懂的话时 拿西里 马哈赛的身体忽然震战起来 他微笑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 身体也变得极为苍白 我和其他在场的徒弟们惊恐地看着他 沉寂了三个小时 拿西里 马哈赛才恢复了他原本愉快的表情 我古如的反应 令我明白了一个事实 巴巴吉的信息是一个明确的讯号 拿西里 马哈赛知道他的身体很快就要消失了 他的静默证明了 我古如在控制自己的本质 切断与物质世界的一切联系 回归心灵的本体之中 巴巴吉和拿西里 马哈赛都是无所不知的 并不需要我或任何其他中间者来互相联系 但这些伟大的人物经常屈尊担任 人类戏剧中的某个角色 他们有时会用平常的方式 通过使者传达他们的预言 这样当他们的言辞最后实现时 可使更多的世人增加对天国的信心 我离开贝拿勒斯后 回到瑟伦波尔开始认真写书 圣游蒂斯瓦尔继续说道 书中的章节最早被刊载于 圣人森巴 So you seem bad 杂志 后来我一个基德波尔的徒弟 私下把它印成一本书 完稿后的那个早晨 我来到废弃的拉域场 在恒河中沐浴 当我启程回家经过恒河岸边 一棵大榕树时 一股强烈的冲动驱使我转过头去 巴巴吉正坐在榕树的树印下 徒弟们围绕着他 欢迎你 可敬的尊者 我知道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激动地拜扶在他的脚下 说 伟大的师祖 请到我家去吧 就在附近 巴巴吉说道 不去了 树印里很舒服 上师请稍等一会儿 我现在去取甜点 当我几分钟后 拿着一盘美味佳肴回来时 他们不见了 我感到非常委屈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到贝拿勒斯去看望拿西里 马哈赛 我鼓如微笑说 你进来时在我房间的门口 看没看到巴巴吉 没看见啊 我的心跳加速了 拿西里 马哈赛轻轻地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 我马上看到了在靠近门的地方 巴巴吉正连花作姿势坐在那里 我想起那次的委屈 没有向他鞠躬致意 拿西里 马哈赛吃惊地看着我 你在生我的气 巴巴吉说 我没说什么 我说过我会去看你 可我并没有说会待多久呀 巴巴吉笑了 我便跪在他的脚下 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孩子 你要多打坐 你的眼力还不能看到隐藏在日光后的我 这些话刚一说完 巴巴吉就引入了一片光芒中 正像巴巴吉在昆巴大会中所预示的那样 拿西里 马哈赛即将离开他的身体 1895年的夏天 他的后背长了一个小笼包 他拒绝用开刀切除 他要用自己的支痛来偿还一些徒弟的恶业 上师隐秘地说 离开身体得找一个理由 很快 我的古如就在贝拿勒斯离开了他的身体 数年后 我从拿西里马哈赛的入室徒弟 凯斯本南达尊者那里 听到了他去世时的详情 我古如抛弃身体的前几天 凯斯本南达对我说 我那时正坐在哈德瓦的修道院中时 他化身而来 立刻到贝拿勒斯来 话一说完他就不见了 我马上乘火车去了贝拿勒斯 我看到许多徒弟聚集在古如的家中 那天上师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姐说 薄家放歌 然后他对我们说 我该回家了 大家忍不住哭了起来 别悲伤 我会复活的 之后 拿西里马哈赛顺着圆圈转身三次 以莲花座朝向北方 进入了最后的摩赫三摩地 拿西里马哈赛的身体 在恒河边的曼尼卡尼卡阶梯 已在家人的仪式火葬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当我还在贝拿勒斯时 我的房间充满了一道巨大的光 拿西里马哈赛出现了 我天国的古如对我说 凯斯本南达 这确实是我 从被火葬瓦解的原子中 重新组成的形体 我在世界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我不会马上离开地球的 今后我将与巴巴吉 在喜马拉雅山及宇宙中 停留一段时间 他说完祝福的话 就消失了 还有一位看到古如复活的徒弟 是加尔哥达阿利亚传道所的 创门人潘加龙 巴特阿查尔亚 我去潘加龙加尔哥达的家中 看望他时 他为我讲了如下的事情 潘加龙说 拿西里马哈赛火化后的第二天 早上十点钟 他在我的面前现身了 普拉纳贝南达尊者访问 兰器学校时告诉我 拿西里马哈赛抛弃身体的前几天 来信要我立刻去贝拿勒斯 但我却被耽搁了 无法立刻动身 那天早晨十点左右 我正在坐行前的准备 我古如闪闪发光地出现了 你准备去贝拿勒斯吗 去了那里你也看不到我了 我听懂了他话中的意思后 我便哭了起来 上师走近了我 我永远是活着的 别悲伤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通过这三位徒弟的讲述 我们终于了解了一个事实 在拿西里 马哈赛遗体火化后 第二天早上十点 他以真实的身体 同时出现在不同城市 三个徒弟的面前 第36章 在美国建立总部 美国人 这些人就是美国人 当一张张的面孔 出现在我内在的体验中时 我确信那些人 就是美国人 当时我正坐在 蓝器学校储藏室中 专心地打坐 我要去美国 这个念头 坚定地占据了我的内心 我把教职员召集在一起 向他们宣布了 我去美国的决定 最后我告诉他们 我想你们会认真负责地 继续实施伟大的瑜伽教育 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在体验后的几个小时 我乘火车前往加尔格达 此日我接到邀请函 邀请我代表印度 出席在美国举行的 国际自由宗教大会 那年的大会是在波士顿召开 由美国一神派协会赞助 我到斯伦波尔去找圣尤蒂斯瓦尔 可敬的古如 我已被邀请到美国一个宗教会议上发表演说 您同意我去吗 别错过机会 去吧 上师说道 可我很少演讲 从未用英语讲过 别管那么多了 让西方接受瑜伽才是最重要的 我将去美国的计划告诉父亲时 他大吃一惊 他严肃地说 去那么远的地方不行 况且谁会资助你呀 我直接了当地说 爸爸 也许上帝将通过您来资助我 不行 坚决不行 正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 所以第二天 当父亲交给我一张巨额之票时 我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 因为我身为拿西里 马哈赛忠诚的徒弟 所以才资助你的 去吧 去传扬没有宗派的克里亚瑜伽吧 今生今世 我们或许再也见不着面了 六十七岁的父亲伤感地说道 上帝会让我们相聚的 这是直觉告诉我的 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在临行前的某一天 从早晨开始祷告 一直持续到中午 却没有得到回应 我正准备继续下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后 一个外表很像拿西里 马哈赛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他对我说 我就是巴巴吉 天父听到你的祈祷后 让我来告诉你 听你古儒的话没错 你应该去美国 别担心 你会成功的 我曾在昆巴大会上 对你的古儒犹地斯瓦尔承诺 过派你到西方 传播克利亚瑜伽 我激动地拜扶在 这位不死的古儒面前 他将我从地上扶起来 对我讲了很多生命中的事情 最后他说 克利亚瑜伽 是了物上帝的科学法门 迟早会传遍天下的 它不仅能使个人 具备超自然的感知 也能使国家和民族 更为和谐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转身对我说 别跟着我 你也没法跟着我 巴巴吉把我带走吧 我不停地叫喊道 他说 现在不行 我要去追他 而我的脚 却被某种力量 固定在了地上 巴巴吉在门口 打了个手势 作为祝福就走了 过了几分钟 我的脚才恢复了自由 出发前 我去拜见圣游蒂斯瓦尔 别总想着自己 生来是个印度人 也别变成一个美国人 去他们两者之中 最好的 你是上帝的儿子 最后 他祝福我说 那些真心到你这里来寻求上帝的人 都会受到帮助 你在任何地方 都不会孤单的 1920年8月 我承思巴特城号 The City of Sparta 前往美国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第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轮 整个航程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一位同船的乘客得知 我是出席波士顿宗教大会的印度代表 他便请我在某个星期四晚上 为乘客进行演讲 到了星期四的晚上 我在众人面前 有近十分钟的时间 说不出一句话来 尴尬之中 我暗自向上师祷告着 随后 我竟然用英语讲了四十五分钟 并得到大家的好评 九月底 斯巴特城号 到达了波士顿附近的码头 十月六日 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演说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大会结束后 我留在了美国 在波士顿度过了四年快乐的时光 我公开演讲 教课并写了一本诗集 灵魂之歌 Songs of the Souls 纽约市立学院院长菲德烈 鲁宾逊 博士为我的诗集撰写了序文 1924年的夏天 我开始了横穿美国的旅行 在各大城市向数千人演讲 最后 我到达了阿拉斯加 1925年年底 学生们赞助我成立了美国总部 总部位于洛杉矶 华盛顿区 这栋建筑 是我几年前 在喀什米尔的体验中 看见过的 我急忙将 我在美国活动的一些照片 寄给圣游蒂斯瓦尔 转眼又过去了几年 我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授课 在俱乐部 大学 教会 及各种教派的团体中演讲 那时已有数万名美国人 接受了瑜伽的传法